大家好 今天从签证中心出来是坐地铁回去 刚才也是坐地铁回来 因为那个车被这个螺丝钉戳了 现在在修 现在发现这个坐地铁从货航到这个签证中心 比我开车还快 而且还很省钱 现在李斯本的一张地铁票当成是一块五欧元 加上这个小票是五毛钱 那么买一张日票呢 如果一天来回很过烫还是挺合算的 李斯本的地铁票一张一块五 日票的话连那个公交车是六块四毛五 连这个渡轮的话是九块六 连这个火车十块七毛 这个油价高企啊 坐地铁还是在市区来说比较方便 比网约车还要便宜 而且网约车现在等的时间也很久 如果办事啊什么 要去的地方 离地铁站不远 还是可以考虑地铁出行非常方便